口哨声一下 同学们大家使劲用力的拉 为了要让每一班的同学能更加团结并培养荣誉感 草屯上工这次在57周年的校庆当中 特别举办一场班级的拔河比赛 校长黄维贤表示 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德育、治愈与体育的军衡发展 今年校方推升10位同学 有9位同学录取科技大学 可说是一项相当光荣的事情 草屯山工在这边57周年来 我们的所有表现都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跟鼓励 特别是今年推荐征选入学 我们推荐10名总共有9位获得科技大学端录取 其中有7位是录取到国立学校 两位是到私立学校 这个表现是非常优异的 在庆祝大会上 以特别颁奖表扬杰出校友 希望在校同学以他们为标杆 杰出校友林淑妹表示 文道友先后书业有专攻 凡事都必须要专注 今天的一小步将是明天的一大步 由于该校办选用心教育无数优秀人才 议员欣上祝福 并勤勉学子认真向学 能以杰出的学长姐为榜样 辛火相传 共创学校美好愿景 并勤勉学子认真向学校友 所以说来表扬这些杰出的校友 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尤其我们超顿香港 人家说超乡的 也都说是作与英才 我相信在我们社会 在我们国家都有他们结出的好友 每天睡满八小时 五就是天天五出国 另外校防为了要让所有同学 都能够注意自己饮食的均衡营养 在校庆的活动现场 也举办有健康密码85210 营养酒工格活动 所有的题目都与均衡饮食 和健康概念有相关 加强学生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与均衡营养 民意新闻同一轮 朝屯赛报导